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今天是11月1号 昨天万圣节过完之后 整个10月份消失 10月31号是万圣节 是鬼节 这是西方的鬼节 那鬼节这一天呢 人家四中全会也结束了 四中全会拿出的公告呢 什么都说了 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干了 什么都没干 这是四中全会的公告 用另外一个词呢 这是BBC等的 说习近平的无能跟整个这个开会的人的无奈 形成了一个上下对应 习近平的无能 但是是在共产党整个权力的框架之下 拖出了一个无能者 而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杀手 杀手啊 王岐山也好 胡锦涛也好 这是在当时很 他的势力很悲弱的情况下 帮助了他 那他拿手 所以就后来就把他们俩都干了 但是呢 借助他们俩 尚未来到了最最顶端 无论从党政军三个角度来讲 三个平台拖出他一个儿皇帝 所以他对外惹不起任何事情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杀手 因为朋友对他来讲 觉得他呢 人不错 因为人无能嘛 人不错 就辅佐了他 就辅佐了他 所以朋友们辅佐了他 在这种相互你死我杀的这种搏击之下 反腐就是你死我杀嘛 那搏击之下呢 王岐山竭尽全力 胡锦涛也尽他可能 在十九大上 你可以看到他跟胡锦涛之间的互动 胡锦涛不善言语 他是一个学者出来 他是一个学生出来 所以他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走到今天的时候 他跟习近平之间能有那样的互动 那是不容易的 而那个时候 当时十九大上的唯一的敌人 就是江泽民 那是很显然很显然的 那等到了去年两会之后 他就把他们 那他完全起来之后 就把他们全都给干掉 全都干掉的原因 很显然 就是通过杀手来独立他自己 那确实他独立了 而杀 而这个反腐的本身呢 也把共产党 完全生命的本性 就给暴露给摧毁了 他什么都不管 其实习近平自己也什么都不管 只管他自己最强烈的自卑 衍生出来的那种自负跟自傲 乃至于这个自恋的状态 那也就走到了今天 所以在四中全会的本身 你让这个体制框架下的这拨人 就是所谓中央委员 中央候补委员 你如何去动意去反 他已经动不了了 因为全都给框死了 所以他们是无奈的 那当习近平把帮助他人都弄完之后呢 他就变成了是无能的 无能的就只剩下一个笔杆子 剩下一个他的思想 所谓他的思想 而他的想法呢 一切都是唯我的 所以召开的时间呢 10月1号召轨上身 10月28号到31号 开四中全会 应对了中外两个轨结 一开始一结束 所以10月份贯穿了整个鬼 鬼代替就是 鬼以中共的身份 以习近平为代表 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完整的展现 完整展现 没有鬼的展现呢 我相信也没有天灭中共 我相信没有天灭中共 在留下的 你比如说大审判的作品当中 人鬼妖是画在一起的 所以捉鬼在天主教中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 在东方的文化中 那老道画符捉鬼 对不对 佛家能够讲到的就是 狐狸上身 东上身 所以那是人鬼妖同生的 人鬼妖同生的 跟人生于淫 勤生于淫 兽生于淫 是一样 是一样 我们节目中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么个故事 商朝的完结 在人的层面 就是狐狸上身 男人讨女色 秉承权力男人讨女色 粘着不撒手 然后毁他就是狐狸上女人身 吃了这个男的 那谁遭殃 正常老百姓遭殃 网友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美国参议院提出新法案 谴责中共国压制香港人自由 呼吁冻结官员的财产 在轨捷这天 参议院三名议员提出的新的法案 他直接针对中南海 针对中共政权 在香港压制人民 基本自由的作为 呼吁制裁中共当局 和香港当局官员 以及中共国的国有企业 这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 在现在的状况来讲 其实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包含着这份含义 但是呢 在这个共和党控制的 参议院当中的 共和党的多党领袖 应该讲出现了个人的问题 所以在面对中共的时候 一定是有着善恶之区别 善站在人的道德上 其实就站在人的灵魂上 所有有过宾死经验的 几乎回到人间之后 就回到这面之后 他都是从善的 他对眼前人这面 遇到的任何麻烦 都一笑 大多是一笑了之 为什么 因为有着宾死经验 意味着什么 人已经死了 对不对 他知道自己死了 他都看见自己尸体了 但是他又活的 他知道自己是活的 那那个死了 自己怎么又活了 知道了自己生命永恒的一面 好莱坞可以记录下来的 有着他自己在电视片上记录 二十几个人都是很有名很有名的演员 奥斯卡金像讲 泰勒你比如泰勒就就很明确的讲过 他的宾死过程 有钱的 有势的 有名望的 所有这些人 当他死宾死经验出现的时候 他意识到他眼前的一切都是垃圾都不如 而他却遇到了 认为他认为曾经已经死去的朋友和家人 或者他内心情感中所依附的人 那意味着什么 那是一个永恒的世界 人的生命是拥有永恒的 人的死是假的 而在人的生命中的善恶的取舍是真的 其实宾死经验就是这个 在国会里面多党领袖的老婆赵小兰 是因为赵小兰家族的生意 他一八六几年 对不起 一九六几年 他的父亲开始进行运输行业 那这么多年过来五十多年六十年 五十多年 所以他的家族生意很大 他自己又是美国的运输部长 所以就出现了跟中共国之间的这种瓜葛 那作为中国制造来讲 那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所以运输是整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地方 也就是变成了最挣钱的地方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如果制裁 如果香港人权法案通过之后 就意味着直接打击中共国制造的产品 透过香港运到海外运到美国 将直接打击赵小兰家族生意 这是非常可能的 所以在人权问题上 怎么高调都可以 也怎么真实也都可以 当与自己的利益发生碰撞的时候 所有人都能看懂 他自己也毫不掩饰 他也没办法掩饰 对吧 那你到底投票还是不投票 就这么简单的事 新的法案的全名叫做 2019香港如水法案 其实就是Be Water 三名联合发起人都是共和党籍人 Be Water在香港这一次运动中 表现出来的非常具有生命的品质 谴责中共当局违背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案 那呼吁美国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 人权为责法 对压迫香港人的言论 劫舍 集会 游行 示威自由的香港 和中共国官员进行制裁 对那些代表这些官员 以及合作的人士 加以相同制裁 并呼吁冻结 参与压迫港人上述权力的 中共国公民和国有企业的财产 发起人之一曾经造访过香港 我访问过香港期间 对局势恶化的速度感到震惊 当用Be Water抗争中国共产党的时候 所以已经表明中共不是单纯的一个坏人能够描绘的 在Be Water的基础上衍生中叫天灭中共 所以这是一个在生命认识上的一个升华 在香港人本身 他不一定有这种认识 不一定就一定这样 但是呢 在他们真正的自然人的背景之下 却可以做到Be Water 与中共抗争者 真正的神佛避在其身后 这是一种表象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